台上学生仔细说明设计长辈洗头的设备 评审认真的聆听并提出相关问题 银法株生活用品设计主要是要让长辈 透过所设计出来的用品增加日常生活里 各项事物的方便性 透过竞赛希望让高中子学生透过产品设计 仔细的观察长辈们的需求 发点就是让他们就是可能就是说 预防一些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失智这些问题 游戏里面让他们就是去做一些转移注意力 之类等等的 促进手眼协调那些 那我们去用菜市场里面比较常遇到的一些蔬果 让他们知道这个东西这个价钱多少 比较好去算 因为用菜市场这种就是比较生活化的东西 用数字的运算 然后让长辈知道 让他们动动脑 然后活动一下脑筋这样 竞赛共分三个部分 包括生命故事 活动设计及生活用品设计等 透过年轻人的思维来设计 会有更不同以往的效果 以符合长辈们的需求 注入一些新的思维跟新的想法 关于生活的辅具的部分 我们有很多的生活的用品 比如说你忘了吃药了 怎么样我用一个设备来提醒 时间到了 咚咚咚 你该吃药了 让它更活泼 然后又更生活化 让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辅具 不单单是由一些辅具公司来做设计 同样的有年轻人在陪伴长辈的过程当中 你有什么样的创新的想法 就来这边把你的想法给秀了出来 超过70支队伍起居在南开科技大学 参与全国高中职银法族 乐活创意与生命故事制作竞赛 竞赛内容讲求创意与实用性 先缘蔡明轩也希望借由活动 培养学生更懂得关怀和感恩 拉近祖孙情感 也希望借由活动的一个竞赛 也可以拉近我们学生与长者之间的距离 可以借由关怀与关心 让我们学生跟长者之间的一个关系 可以更紧密 让他们知道跟长者之间 怎么来做一个接触 也知道怎么来去更实际的来关心 我们周遭的这些长者 这次高中职银法族创意乐活的竞赛 已经举办第七届了 对学生及老师而言 都有很大的收获 尤其透过年轻者一代的思维 创造各项方便长辈的生活用品 对老一辈的银法族而言 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洪一伦 草专政 采访报道